谁是田径场上最嚣张的男人 法国的三千米障碍运动员梅吉西本巴当人不让 这个梅吉西是何许人也 他当然不是足球运动员梅西的兄弟 两个人的脾气也截然不同 作为男子三千米障碍赛的顶级选手 梅吉西曾经拿到过三枚奥运会奖牌 在北京奥运会上摘得银牌 他两次夺得世锦赛铜牌 甚至在欧洲锦标赛获得过五连冠 但让梅吉西真正成名的故事 还是他桀骜不驯的性格 嚣张霸道的处事方式 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夕 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锦标赛 男子三千米障碍赛中 梅吉西对自己跑出8分33秒23的成绩很不满 他气愤地走到了一个吉祥物面前 用力打掉了对方手中的礼物袋 还用双手推了他一下 据悉 这个吉祥物的工作人员是一个14岁的小女孩 在这次推嗓中 险些喘不过气来 对此 赛事主办方非常愤怒 事实上 这不是梅吉西第一次挑吉祥物的毛病了 在2010年巴塞罗那锦标赛后 他要求一个吉祥物跪在他面前 然后又把他推倒在地 而梅吉西的生涯代表作 当然不止于此 9年前的一场比赛 梅吉西和队友在赛后发生冲突 两人竟然挥拳相向 让一场严肃的田径比赛 变成了混乱的拳击场 自此 梅吉西成为了田径场上的顶级拳击手 成为了霸道野性的代名词 2014年欧洲田径锦标赛的 男子三千米障碍赛中 梅吉西再次展现了他桀骜不驯 嚣张跋扈的性格 这场比赛 梅吉西仍然是夺冠热门 在比赛中 他具备强大的争冠实力 直到最后一个弯道 仍然领先第二名的选手 大约30米 看到终点就在眼前 胜利几乎唾手可及 梅吉西非常兴奋 他竟然一边冲刺 一边脱下上衣 然后咬着运动衣向终点跑去 眼看着顺利冲过了终点 梅吉西毫无意外地夺冠 准备享受全场的欢呼 但裁判对梅吉西的庆祝方式 极为不满 出示了黄牌 此后西班牙队也投诉 表达不满情绪 裁判经过商议 最终取消了梅吉西的金牌 换句话说 虽然他第一个通过了终点 但成绩无效 他也没能拿到金牌 第二位冲过终点的选手 结果误打误撞 直接递捕成为了冠军 这嚣张的个性 难怪裁判也会看他不爽了